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4日 立陶宛得罪了中共 形象的讲是得罪了梁家盒子书记 中共大弄 现在立陶宛出了麻烦了 在立陶宛与中共因台湾问题爆发外交争端之后 疑似有黑客既既在网络 兜售超过160万份的号称是盗取 立陶宛的外交部资讯系统的机密文件 邮件等等 内容包括与中共相关事物 这个消息是今天海外万维网发表的 说立陶宛外交部证实 内部资讯系统近日遭到了攻击 恐引发 恐发自 不友善国家 但不愿进一步评论 也就是怀疑其实是中国 这部分没有确准的证据 就是这个意思 立陶宛外交部11号透过新闻稿表示 已经注意到了一项网络攻击上市 相关调查正在展开 立陶宛总统 叫脑塞达12号 进一步证实 有迹象表明 某些信息被泄露了 它又被思维机密 而泄露的信息可能首先对盟友造成严重的损害 我们知道立陶宛设了台湾代表之后 激动了梁家河的书记 给大事也驱逐了 双方现在是剑拔农长 那么非常明显下一步要出大事 所谓大事搞不好 是不是双方都强硬 立陶宛就会和中共断交了 完全可能 不论是中共主动还是立陶宛主动 我认为就向这个大方向发展 这一发展 它要是不 要是中断了外交关系 断交之后就要倒向台湾了 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台湾 承认台湾的国家了 那接下来欧洲就会有些国家跟进了 为什么这样讲 不是关我个人有这个预示 预见 还有人比我更聪明 早就通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事情了 他说有可能 紧随立陶宛之后的有瑞士和瑞典 他认为 立陶宛与台湾互设的代表处 他说会有其他欧盟国家紧随其后 这篇文章是香港的严存公先生写的 他说至少瑞士与瑞典 这两个中立国家会走在前面 千里之敌 毁一血 说立陶宛是一个第一个漏水的洞 往后欧盟国家逐一照办主管 他说中共的外交全面蹦跌的日子 这个已经不远了 你看他是这样预示的 他说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说不要看立陶宛是一个小的角色 但是他冲到了第一个感对中共加以颜色的小角色 但他的正义行动却感动了全世界 他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 他说这就好像一个村子 有前村里 从前村里有恶霸 人人都怕他 他随意群夺 欺凌大家人去吞声 但突然有一天 村中有个父母 带头对付恶霸 全村人力竟联合起来 连最穷最弱的一家人 也不把恶霸放到眼里了 说恶霸虽然口气很大 但势单力波 事故立单 除了口出怨言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一耍横 全村民一起涌起 他也不能再危害四方 他讲的意思 现在就是中共面对这种形势 那么他认为在现在这个世界的格局 一个大的格局变了 一个格局是什么呢 以中共为一方 以美国为一方 双方势不两立 说中共的身边有 有朝鲜 有伊朗 此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俄国 和四分之一的古巴 这个 这个严先生形容很深等 但是古巴随时共产国家 但与中共没有太多交集 说中共受困 古巴正自顾不暇 至于俄国与中共各怀鬼胎 随时会挖中国墙角 确实 我上次讲过 俄罗斯盯着中国 黑东江的肥沃的土地 黑油油的肥沃的土地 从这个沙皇开始就盯着 一直到盯到现在 不可能和中共一个心 一个心眼 别看他们军演 那都是表面的 对不对 所以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说以美国为首的一方呢 是普世价值阵营 揽阔所有西方先进国家 再加上日印澳和东盟 部分国家 郑重强盛 而且都有充分的经济 均是实力的国家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立陶宛扮演的角色 已经是一定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了 他说 时与事推动 立陶宛就有可能率先 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政治经济 外交 科技文化等方面 立陶宛均无求于总共 立陶宛离中共国擅长随远 中共要动促 也没有什么招数 立陶宛一小博大 站在道义高度 赢得举世赞赏 最后一不做二不休 说信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完全是顺利 这个成员 此外他又讲到 立陶宛起到一个私凡作用了 说瑞典也敢 瑞典也敢 两个中立小国 也不能靠中共的奢侈吃饭 也不怕中共挥军入群 说立陶宛能为何富裕的两类 不能这一来 就是倒下了骨牌效应 他说会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 承认台湾 甚至台湾建交 那台湾以独立政治实体 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这个已经预见到这个层次了 他说到那时 中共若不想吞下这个恶果 唯一的办法就向台湾动武 一旦动武 就是世界级的大战 到那时候 民主阵营和独裁阵营决一死战 那就是历史的总结 他是这样的分析 接着他又讲到了 最新的一些动向 也就欧洲议会 以578比29的压倒是多数 通过抵制北京冬奥的决议案 说欧洲议会是民意机构 但欧盟委员会不能不考虑强大的民意 看来北京明年冬奥也凉了 最坏的消息还有就是世界民主分会 马上要召开 这个胡锡进不讲了 如果蔡英文敢参加的话 飞机就飞越台湾海峡 你飞越到人领空 人肯定开干 一开干也可能发生战争 所以这个最近的形势 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紧张 那么此外他这也谈到了 这个加拿大这个事情啊 说加拿大有这个事 这个两个加拿大人 这个案子一宣判 有25个国家这个外交官啊 奇迹加拿大的大使馆 观看这个审判的过程 他说你要看审判 就在自己大使馆看就吧 你有什么到加拿大 你看人讲他说不仅是加拿大的事 他说是更是25个西方国家的事 如此大阵仗 等于像中共一个示威啊 他说习近平看来真的要 重回文革了 内外大事不好 日子会更加的难过 那可见立陶宛这个事 可不是个小事啊 现在立陶宛遭到了这个中共的疑似啊 中共的报复啊 现在他的这个这个黑客啊 攻击了他这个网络啊 盗取了160万份 这个机密文件啊 现在这个事在网上炒的 这个非常热啊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中共的官媒啊 肯定会否定了啊 不知道下一步立陶宛会怎么样 我认为呢 这个严先生讲的对啊 很可能立陶宛马上就会 这个和这个台湾建交了啊 这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个事件是习近平赌气外交 赌气这个治股 赌气经济啊 一切都在赌气 赌到最后输得就溜过了 那么今天呢 还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